在十几年前,市面上出现了这样一种洗手神器,不锈钢肥皂。 据说,在切完洋葱、大蒜或者生鱼后,拿着它在流水下搓一会儿,就能除掉手上的臭味。 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又是啥原理呢? 其实,最早发现这件事的,是不锈钢厂的师傅们。 他们总结出来一个经验,当获着不锈钢合金零件洗手时, 能有效去除手上浓重的油味。 而最早使用这种肥皂的,大概率是外科医生。 2010年,英国皇家外科学院年鉴中提到, 不锈钢肥皂能帮助去除人工排泄或粪便性抚膜炎手术后留下来的难闻意味。 再后来,就是嗅觉灵敏的德国商人把他带到了厨房。 不过,这玩意儿有用是有用,原理却始终没个准化。 现在流传比较广的,有以下几种说法。 首先是摩擦档。 即,不锈钢之所以不锈,是因为表面可以迅速产生致密的各氧化膜, 阻止疏松铁氧化物的形成。 而在摩擦摩擦后,表面的氧化膜被蹭掉了, 随之而来的是手上气味浓重的含流化合物与金属紧紧地贴合在一起。 这里,不论是被吸附走也好,还是发生反应, 总而言之,手上的气味是通过摩擦被带走了。 有学者曾做过实验,先将不锈钢放进强酸环境中腐蚀, 然后再放大一千倍的电子显微镜下观察, 我们能看到很深的凹坑。 但是,往里面添加大蒜的提取物后, 凹坑明显变浅了,这就有点吸附的意思了。 稍等一下,你说金属灶能洗手,那是不是也能洗澡? 嗯,想法可以有,但有一点需要明确。 不锈钢肥皂并不能代替肥皂, 因为它不具备清洁和杀菌的功效。 所以洗澡的时候,咱还是老老实实地用沐浴露吧。 夏日炎炎,如果你运动量比较大,有一身的汗臭味, 就想赶快洗个澡舒服一下, 不妨试试这款赫恩冷水沐浴露。 它在洗走汗味异味的同时,还能留下高级的蓝风铃香, 味道比香水都好闻,让另一半更想和你贴贴。 而之所以有冷水两个字, 是因为沐浴露中含有加拿大冰川水、 破合脑和维生素蓝粒, 洗的时候那叫一个清凉舒爽。 来看这份28天控油驱痘人体报告。 如果你平常上班压力比较大, 前胸后背爱出油长痘, 那么坚持用它真的能改善好多。 综合来看, 如果你想要一款针对夏季, 有清凉冰感,控油驱痘, 还能持久留香的沐浴露, 赫恩冷水沐浴露是个不错的选择。 他们认为当不锈钢空气与水同时接触时, 会产生触媒作用, 把异味分子的结构给分解了, 使其还原成无畏状态。 除此之外, 还有人认为不锈钢有助于破坏皮肤上的表面张力, 从而去除油脂。 但这好像跟气味的关系不大。 最后, 咱们来聊点轻松的。 既然不锈钢能去除异尾, 那用手搓搓勺子或者摸摸水龙头, 是不是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呢? 感谢观看